當時今天早上8點 氣溫就達到攝氏25度 加上濕熱效應 感覺溫度有30多度 到今天下午 氣溫一度升到32度 感覺溫度就超過40度 環境部預計 安省南部從今天開始 連續三天都會出現高溫濕熱天氣 而晚上的溫度也不會有太大的下降 最低溫度預計不會低於22度 因此環境部提醒民眾 盡量留在室內或陰涼處 注意避暑降溫 留意長者、幼兒 以及體藥多病人士 預計熱浪會在星期五有所緩解 屆時多倫多地區溫度 將會下降至25度左右